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子余啊 用4、0、6、3、1 這五個數字 排內一個五位數 那麼他問說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多少 我們看這五個數 排成一個五位數的話 最大數應該多少 那你當然讓那個最高位數變大約好 所以是6、4、3、1、0 這個數最大 那最小那個數的話 你當然是越低位數 數字越到越好 越高位數越小越好 越高位數的話 不能放0 因為你放0的話 就變成不是五位數了 所以這個至少要1 所以1要放在這裡 1要再 越高位數越小越好 再放0 再是3、4、6 這是最小數最大數 一減多少 一減這是4 那這是6、9、3 那這是5 所以應該是5、3、9、6、4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 5、3、9、6、4 答案應該選D